第五千零九十八集 云山宇这一派的人 听到还有夺取教主大位的希望 心中又是一阵兴奋 清月女帝道 我那道传承其实是一颗珠子 名叫士环珠 是无无神器的碎片 你们也已经见过了 听到这话 夜晨 夏若雪 武瑶 云山宇等人 皆是震惊 士魂珠 这法宝他们已经见莫彩蝶使用过 莫彩蝶的士魂珠 甚至对夜晨的轮回圣魂天 都有一定的克制 极其强悍 清月女帝道 士魂珠正是传说中的无无神器 分为四块碎片 最大的一块碎片 就在万须神殿之中 被那梦境小姑娘所寄成 还有一块碎片 就在我星月神教里 在那清月风上 当年我得到士魂珠碎片后 曾经试图炼花 可惜失败 神魂大受创伤 若不是我当年神魂受创 我恐怕早已经抢到了铁王座 说到这里 清月女帝露出了一丝苦笑 她巅峰时期的修为极其强悍 甚至有资格登基铁王座 可惜因为炼花士魂珠失败 先受了创伤 导致抢夺铁王座失败 夜晨连忙道 前辈 如今铁王座在我手里 只要若雪能当教主 这铁王座也算是 星月神教的东西 夏若雪与夜晨气脉相连 夜晨执掌铁王座 自然也可以庇护夏若雪 乃至庇护星月神教 但前提是 夏若雪必须当上教主 夜晨越来越感到 地盘的重要性 地盘越大 气韵就越深厚 就越能占尽天时地利 清月女帝听着夜晨的话 其实摇了摇头道 若雪想当教主 那要看她的造化 谁能夺取士魂珠 谁就是教主 云山宇沉声道 老祖宗 这不公平 夏若雪这一派 有轮回之主扶持 我这一派 势力单薄 就算是有传承 我如何跟她抢夺 清月女帝先手一挥 灵气汇聚 化作了一张符罩 落到云山宇的手上道 放心 我会保证公平 你拿着这符罩 可以调动 清月风上的阵法 月瘦 石像 月魔镜一等等 如果你这还斗不过 轮回之主 那就不要怪我了 云山宇拿着符罩 心下一喜 多谢老祖宗赐福 清月女帝轻轻点头 看了看云山宇 又看了看夏若雪等人道 我要你们以道心起誓 不管谁赢了 另一派都要尽力辅助对方 不可有丝毫二心 云山宇当即启示道 如果老祖宗的传承 真落到了若雪姑娘手里 我愿肝脑涂地 为若雪姑娘效命 她现在有了清月女帝的符罩 信心大增 认定最后的胜出者 就是自己 故此当场起誓 毫不犹豫 她身后派系的弟子们 也是纷纷起誓 叶尘和夏若雪相望一眼 却是有点犹豫 清月女帝道 罗回之主 你不想要试魂珠吗 叶尘心中一领 试魂珠这法宝 她自然想要 因为试魂珠 可以克制轮回圣魂天 能够克制自己的东西 自然是自己掌握最好 轮回圣魂天是盾 试魂珠是毛 只要能得到试魂珠 毛与盾都在叶尘的身上 那就无所畏惧了 好 我答应了 若我们失败 我和若雪 尽力辅佐太上长老便是 叶尘咬咬牙 最终也是以道心起誓 云珠宇哈哈一笑道 不是太上长老 等老夫拿到传承 老夫便是新的教主 叶尘冷笑了一下 不置可否 清月女帝见 双方都已经起誓 便点头道 很好 你们都决定好了 那传承之争便开始吧 记住你们的誓言 切莫不可再内斗 不要毁坏我 新月神教的道统基业 或许有一天 我能在未来复活 这番话说完 清月女帝的神魂 便是耗尽了所有能量 彻底消散而去 老祖宗 云珠宇等 清月神教的教众 见到清月女帝消逝 一阵黯然神伤 随后云珠宇便是黑黑一笑 看着夜尘和夏若雪道 你们这些外人 不配执掌我 清月神教的道统 老夫劝你们 还是不要痴心妄想 说吧 云珠宇带着十几个精锐强者 率先向着清月风冲去 夜尘和夏若雪 相视一眼 两人也是迅速行进 武瑶 己思青 摩帝 魏颖等人 则是留在外面 他们终究不属于 星月神教 身份不像夜尘 那么特殊 自然不方便 参与争夺 那罪恶之州 铁王座 都被夜尘收回了 血龙和小黄 也回到了夜尘身边 夜尘与夏若雪 骑着小黄 遇风驰行 血龙跟随在两人身旁 很快 两人来到了清月风之下 只见清月风上 建筑古朴而简洁 山路两边 矗立着一尊尊石像 云珠宇带着手下人 率先赶到了清月风上 一挥扶照 那一尊尊石像 眼瞳居然亮起了光芒 活动起来 踏着大雾 咔嚓咔嚓作响 冲到夜尘等人的面前 轮回之主 你们慢慢享受 老夫先走一步 云山雨黑黑凝笑一下 利用符罩 控制那一尊尊石像 攻击夜尘等人 他则带人冲上山去 寻找那死魂珠 十几头石像 踏着大步 轰隆隆地冲到了 夜尘等人面前 这些石像 足足有十几米高 巨大巍峨 是当初清月女帝 特别打造而成 是清月风的守护神 就算是一般天玄境的强者 面对这些石像的冲击碾压 恐怕也吃不消 夜尘看到那十几头石像冲来 却是不慌不忙 寄出铁王座贺道 钢铁万象 给我镇压 铁王座之上 弥漫出一缕缕 恐怖的钢铁气息 如黑潮一般抱涌而出 那十几头石像 一接触到钢铁黑潮的气息 立即铁化 全部变成了一具具钢铁雕像 屹立在原地不动 什么 远处的云山雨 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惊 他催动这些石像 也没能说能杀死夜尘和夏若雪 只求拖延他们脚步片刻 这样一来 他就有时间去寻找试魂珠 甚至夺取 只要拿到试魂珠 赢得传承 那么按照誓言约定 夜尘和夏若雪 都要成为他的臣子 尽心竭力地侍奉他 但他哪里想到 这些石像守护神 却没能阻挡 夜尘的脚步分毫 杀回去 夜尘催动铁王座 猛喝一声 那十几头变成钢铁的石像 就调转方向 回头向着云山雨等人杀去 强烈冷峻的钢铁威压 让得云山雨都是色变了 该死的轮回之主 云山雨咬咬牙 深深感到夜尘神通的强悍 目光一阵凝重 而后便是全力催动扶照 喝道 月磨一镜 给我困死他们 随着云山雨的喝声落下 整个清月风的地脉 都是震荡起来 有无数诡秘怪诞的气息 浮现而出 眨眼间 一缕缕诡秘的气息 就汇聚成一片迷雾的世界 将夜尘和夏若雪 都困了进去 夜尘和夏若雪 身处迷雾世界之中 双双牵着对方的手 警惕地看向周围 只听得一阵阵古怪的叫声 如声音 如嘶吼 如咆哮 从四面八方的迷雾中传出 又有一缕缕 不可名状的扭曲能量 在空气里翻腾浮沉 夜尘捕捉到了 吴吴的气息 这片月魔意境 显然是清月女帝打造 清月女帝巅峰时期的修为 甚至参悟了一丝 吴吴的奥秘 能够借用 吴吴时空的气息 打造魔神意境 月之魔神 是吴吴时空里面 无数扭曲怪诞的魔神之一 夜尘就看到迷雾里面 出现了一个白色面具的古怪魔神 形体是扭曲的 无法形容的怪蛋 浑身却弥漫出圣洁的月光 看起来非常诡异 这头古怪的魔神 正是传说中的月之魔神 没有智慧的意识 只有杀戮的本能 感受到夜尘和夏若雪的气息 那头月之魔神 如古怪扭曲的魔物一般 略地飞扑而来 扭曲的肉块化作魔物的触手 带着极其恐怖的威压 狠狠向夜尘和夏若雪两人杀去 夜尘和夏若雪 皆是感到心魂摇荡 精神受到了极大严重的冲击 这是吴吴的冲击 魔神的冲击 轮回圣魂天 开 危急之中 夜尘开启轮回圣魂天 守护自身 但那月之魔神的精神冲击 太猛烈了 他也只能保护自己 却保护不了夏若雪 夏若雪在严重的精神冲击下 面容苍白 身躯发抖 摇摇欲坠 那月之魔神发出咆哮 舍弃夜尘 如狂猛般 向着夏若雪吞噬而去 他虽没有智慧 但凭着杀戮的本能 也能感受到夜尘的强悍 不好对付 所以干脆攻击夏若雪 孽触 耳赶 夜尘震怒 手一招 八大天剑齐齐杀猪 斗自觉与镇自觉也同时开启 天剑斗地震 夜尘一声爆喝 八大天剑横空形成剑阵 每一把天剑上都带着浓郁的斗气 杀伐腾腾 天剑大阵暴杀下去 八把天剑如惊雷闪电一般暴露而下 向着那月之魔神斩杀而去 出乎意料 那月之魔神却没有抵挡 他不知是吓呆了还是怎样 呆呆地看着那八把天剑 目光锁定在五威天剑之上 呢喃发出声音 五威天剑 巫妖王 你是巫妖王的 声音未落 八把天剑穿过 将他的躯体贯穿了 雀龙一声咆哮 立即飞扑上去 龙爪出击 将月之魔神彻底撕碎掉 月之魔神被撕碎 那月魔意境 也是迅速溃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